疫情延烧各地确诊人数持续上升 医疗量能不足 警政同仁又不断传出确诊情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日前在记者会上游干而发哽咽 台北市政府也心疼远警 设法降低第一线被感染风险 那台北市目前为止 台北市的万华区的远警 已经全部都施打疫苗 那如果有状况的话 如果派出所里面有同仁觉得有疑虑的话 我们都已经协助进行快筛 那快筛出来的情况说有阳性 那我们就会立刻让他隔离 另外最重要的是他的同事 或在同一个空间的工作同仁 我们会先把他匡列 那我们也会移居他们到防疫旅馆去 然后所有的相关的防疫隔离的费用 由市政府用工会来负担 那比较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后续的疫苗 我们也会让全台北市的远警来优先施打 另外也有媒体提问到市场是否需要关闭 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应 市场是民生必需 不过民众喜欢逛菜市场的习惯要改掉 少次多卖保护自身安全 也降低远景取缔群聚未戴口罩的负担 记者温聚台北报道 到消息下吗 dock 优优独特